古巴南部十號接連 發生了兩次的強烈地震 民眾是嚇得衝出屋外 所幸無人傷亡 然而古巴最近才遭受 颶風跟停電 地震也讓原本處於困頓情勢中的 他們 日子更不安穩 古巴南部接連發生兩次地震 許多房屋的圍牆 磚頭掉落 牆壁均裂 屋頂塌陷 街道上的電線桿也在搖晃 不少民眾嚇壞 衝出家門 根據法新社報導 美國地質調查所報告指出 兩次地震先後間隔一小時 第二次規模六點八 深度二十三點五公里 鎮央位於古巴東南部 格蘭馬省巴托洛梅馬索 以南約四十公里的海中 第一次的規模則為五點九 鎮央也差不多位置 根據古巴官方媒體的報導 東部 中部都有感受到震動 地震發生之際 古巴百姓其實還在大停電 颶風重創的困頓中苦苦掙扎 六號颶風拉菲爾襲擊 古巴西部導致國家電力系統中斷 摧毀數百棟房屋 數十萬人撤離 八號部分地區恢復公點 但尚未修復的地區的百姓 生活依然不變 這個國家十月才遭颶風奧斯卡侵襲 電廠故障停機全國大停電 當局搶修不順利 多個地區還爆發小規模抗議 公視新聞 黃韻玲編譯